陈宇凯这个月Richard新户推荐从500变300 好既然有人讲到Richard推荐 我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Richard推荐 我现在还有所谓的MGM活动 要帮大家揪团 这个非常的简单 就是上一季有跟我这一团 然后又有来填单的部分有18个人 我会优先把这18个人的 这个揪团的部分帮他们揪满了 揪满了之后呢 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再加满到500元 那刚刚这个陈宇凯他讲的这个 新户推荐你从500变300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你可以从他的这个条文里面 你可以发现台新的策略是非常赶翘 他就是说我的外币开户比较差 所以我希望把我的新户里挪一些过去那边 但是呢 他也不会影响到你自己本身的开户 所以你最多最多还是可以拿到500 但是你要怎么拿呢 你就是从别人的推广连结 开户办卡之后呢 你可以先拿到300 那接下来呢 他要求你去开外币户 就是同样是APP里面 就可以开了 开完外币户之后呢 你只要认算一笔外币 比如说你去买个日元 或者是买个美金之类的 那你就可以拿到200 他是两个月后再回馈给你 所以你一样最高可以拿到500 他不是说他不给你 他只是说他把他的权益优惠 就是分成两个部分 那你必须要达成两个任务 你才可以拿到 那如果你是纠团者的话 没有差 你就一个人就100 最多就拿500 所以请大家就是 如果你还是Richard新户 可以考虑从宝可梦这边来 我来举办这个纠团活动 那我现在帮你做梅盒 那下一季就换我帮你推广 那假如说这18个人都已经推广完毕的话 接下来要怎么做 我可能会在2月份 就是设立新的这个 宝可梦卖记指数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们就是有机会 也可以参加我这一团 然后我就是依据大家的评分 然后来帮你们做优先顺序的推广 每个人都有机会 只要大家多多参加我的活动 取得高分就可以了 那现在目前分数最好拿的 应该就是聚恒基金开户 聚恒基金开户跟宝可梦是有合作的 但是因为我的开户数很难看 就是只有25户 就连去年的富邦证券 富邦证券都还有50户你知道吗 我们的聚恒基金就是太少了 所以我不需要加码在这个东西上面 然后邀请大家就是赶快来开户 再加上就是合应成功 这样子的话 我对聚恒基金比较有个交代 你开户不用花任何钱 你也不用买东西 你只要完成开户的动作 我就给你10点 那你在下一季 下一个月的活动 你都可以拿到加码的10点 这样你就可以跟别人拿出了 就是很大的差距 也就是说目前我这一团 只有25个人可以拿到这加码的10分 其他人都拿不到 所以如果您想要就是 让自己的分数比较高一点的话 我真的非常建议您可以就是 聚恒基金开户 八毛宝可梦 然后您也可以就是拿到加码的分数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对 对